大家好,今天香港的南华早报周六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一职 前领导人是中国国家主席邢平 南华早报报道 中央金融委员会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最高规划机构 这任命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似乎延续了过去一年 习近平自去年秋季开始的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来 将更多职责下放给自己选择的副手的趋势 分析是说李强获得任命的原因 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各部委 也因为习近平正在考虑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改变总体政策方向 李强的任命在本周一得到确认 他在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 也被提及为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中国政府在今年三月的中共中央机构改革中 组建了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并设立了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作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列入中央机构序列 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政治分析人士表示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十年的做法 李强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是出乎意料的 自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 新平将更多的决策权力从政府机构转移到党的机关 在他的第一任期内 成立了一批由新平领导的领导小组和委员会 涉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 18年新平领导的党的领导小组 全部升格为委员会 新的委员会继续成立全部由新平领导 包括一个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一个审计委员会 新平主持的高层委员会会议 就政策要点和目标做出指示 例如今年5月 他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这个机构是他在2013年提议成立 今年早期的时候 新平主持了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 该委员会的任务 是全面涵盖所有主要经济政策 新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 李强则是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 李强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随着北京寻求支撑经济并改善 与华盛顿的关系 习近平正在考虑在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一些全面的调整 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为中国第二大官员的时间里 从未领导过任何高层党的组织 2020年的1月 李克强被任命为预防新冠疫情党组组长 但随着习近平在北京应对疫情方面 占据中心位置 该小组很快被推到了一边 媒体分析习近平可能希望李强在金融工作 难以管理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责任 李强的决策可能是在10月下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前 或期间内部宣布 有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下放一些权力 并正在对国内外政策进行重新的调整 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 官方关于对外关系和私人资本的一些强硬说法 有所软化 自3月份被任命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强代表了新平参加国议会议 比如9月份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 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第一次缺席会议 习近平也没有出席三月底举行的不凹亚洲论坛 而是他在前几年出席论坛 李强还主持了被称为亚洲达乌斯的会议 并发表了开幕词 李强之前是中国金融之都上海市市委书记 被认为对商业友好 对习近平非常忠诚 今年3月他接替李克强成为国务院总理 那总部位柏林的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他说现在对习近平是否愿意下放权力 以及李强的新领导班子影响 下结论维持过早 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可能会发生 媒体分析 金融委员会实际上将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独立性或有益的协调 有待观察 习近平仍在中央财经委员会掌握 该委员会是经济事务和公共财政方面最具权力的决策机构 那李强被任命为新委员会的负责人并不是默认的 其背后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总理有权与国家监管机构对话 这可以帮助新委员会更好地在各部委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协调 那不要高估李强的领导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影响 中国面临的挑战并非一个领导人或委员会就可以解决了 尽管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宣布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但在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 地方政务债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中国的银行体系尤其是中国小型地区性的银行受到影响 中国面临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结构性和长期解决方案 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官员显然无法或愿意以结构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0月30号到31号在北京举行 中国共产党确定了金融业的总体优先事项 誓言要采取长期努力分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监管小银行 并暗示将支持中央政府增加借贷 在地方政府艰难应对财政压力之际提振经济 中国国家主义新平总结了中共18大以来的金融工作 分析了当前中国金融形势 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 李强做了具体部署 根据官方媒体10月份的会议解读 防范金融风险必须成为该行业的永恒主题 创新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并遵守法律 那今天的英国的经济学人呢 也在文章中提到 为什么中国国家主义新平的言论 听起来对美国更友好了 我呢把这篇文章给大家先读一下 文章认为呢 这是提升中国经济和外交利益的战术举措 习近平呢 正在应对中国经济放缓 最近一个季度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负值 这种情况下呢 习近平有动机稳定与富裕国家的关系 首先就是美国 那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啊 两年来的中美关系处于危险的不正常状态 为了抗议使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以及美国击落中国的间接气球 中国连续数月暂停了高层接触 中美两国政府啊 现在都承认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 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相互依赖的贸易伙伴 他们注定要负责任的处理分歧 这种共存的责任呢 是由历史的判断和其他国家的期望所决定 即使北京环顿的领导人 已经开始相信他们的核心价值体系 和他们最真实的野心是不相容的 那支持中美局势乐观情绪的证据 来自于两国领导人 中国国家主义欣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最近在旧云山附近的古色古香的宅邸举 举行了峰会 在那次会务中 欣平明显软化对美国的态度 欣平多年来一直宣称 东方正在崛起 西方正在衰落 今年三月呢 欣平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队伍们 进行了全方位的遏制和压制 然而在加州 欣平几乎第一次承认 中国正在与美国进行经济 技术地缘正常竞争 并且有义务就一套规则护兰达成一致 以防止竞争转向灾难 中国官方的一份声明谈到 两国在共同利益领域合作 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 那这可能听上去晦涩难懂 但这是一种相当大的让步 毕竟中国使节在过去几年里 一直宣称 美国将双边关系视为竞争是非法 也是不可容忍 长期来呢 这种抱怨反应对大国竞争的悲观看法 中国的官员呢 将美国的意图描绘成一场 近乎于生死搏斗的角度 而不是某种绅士的教练 在闭门会议上 他们谈到他们的国家有权在 被窒息时进行反击 经济学人接着写道 中国官方媒体吹嘘东升西降 已经有一段时间 习近平正在应对中国经济放缓 那最近一个季度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富 这种背景下 习近平有动机稳定与富裕国家的关系 首先是美国 这解释了习近平 与拜登在加州会晤中 建立信任的举措 包括中国恢复军事交流 重启执法合作 以遏制用于制造 芬太尼的化学品出口 那中国的主要学者认为呢 这是一种不确定的稳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 吴新博教授说 美国继续加强对半导体 和其他技术出口管制 让军舰军用飞机在中国领土 如果中国改变了外交政策姿态 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其解释在于其金融和外交利益 中美两国关系回暖 向市场发出机器信号 这对经济有利 这种外交也让日本 澳大利亚等对中国很重要的邻国 感到放心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 看到中国的思维的演变 当中国意识到拜登政府决心 维持前总统特朗普强硬政策时 感到愤怒和失望 但中国的官员开始承认 美国不会改变其基本战略 那这种现实主义 亦是导致一种有趣的新平衡 即使中国不能正式接受美国的护栏战略竞争架构 双方对双边关系理解比两年前 最后经济学员表示 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考验这种稳定性 对于那些在建设性双边关系中看到国家利益的中国人而言 特朗普的胜利将是一场灾难 其他人则认为 特朗普引发的混乱将有助于中国在政治制度竞争中获胜 尽管如此 美国的巨大动荡对中国来说将是破坏性的 一种双输的局面 这样的胜利没有意义 那么今天阿根廷的媒体也报道 自由联盟 他的当选总统哈贝尔米莱 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分析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 但不会积极参与金砖活动的可能性 这个消息是米莱的外交政策顾问戴安娜 蒙迪诺 蒙迪诺很有可能未来将担任阿根廷的新外长 他的团队正在考虑这些选择 因为许多阿根廷专家向米莱提供建议 对阿根廷来说 加入金砖国家有更多的机会 对阿根廷来说 加入金砖不是风险 那也说阿根廷总统上台之前 他要退出金砖 甚至不和中国巴西发展关系 但是上台以后马上态度转变 那你通过阿根廷这个转变 阿根廷总统米莱 他这个前后的转变 你也可以看习近平和拜登这个会面 都是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和美国 都希望双方能够稳定这种关系 因为中美在同一条船上 美国又和中国是竞争的关系 这就出现了前面说的 那双方既竞争又合作 而且双方这种竞争需要管控 不能让竞争变成战争 这就是现实的中美关系 那我觉得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 中国实际上对美国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这个连美国人自己可能没有想到 世界超级霸主 竟然被中国影响了 中国不高兴了 中国不跟美国合作了 让美国总统很着急 这就是中国的强大 我觉得侧面就证实 美国不能忽视中国 没有了中国 美国人会睡不着觉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习近平任命李强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 大家知道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办公厅主任是何立峰 美国的财政榜耶伦和何立峰 那现在来看呢 按照现在这个隶属关系来看 何立峰他是隶属于李强 但是知道何立峰 他一直在和美国的财政榜耶伦进行直接的接触 进行对接 那也就是说耶伦未来呢 想达成这个结果 必须是要获得李强的确认 所以大家要看懂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看中央的这个金融工作 和美国这个对接 还是由李强拍板 也就是说未来美国和中国的高层 要进行更多的互动 我觉得这也是对美国的一种施压 所以从整体上看呢 中美未来这个金融工作啊 金融的合作会上升到更高 那欣平呢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呢 私下呢已经达成了交易啊 也就是说美国媒体曝光的啊 包括9000亿美元对中国这个援助 未来呢很有可能美国呢 会和中国进行对接 这个对接你可以看的啊 就是由李强来负责 所以未来你看美国和中国这个合作 我觉得实际性已经开始 而美国方面特别是拜登政府 和中国这种特殊的关系 在同一条船上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中国不能倒 中国倒了美国美元霸权也就没有了 有了这个底层逻辑 你就知道了 未来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 未来中美之间这个竞争 这种特殊的合作 即竞争的关系 所以我说 有了中国和美国这种特殊关系 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 欧亚大陆也一定能够崛起 美国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中国